台北市的新门町是台湾的街头艺术发源地 街头巷尾的转角随处都可以找到惊喜 这位进驻在新门町的涂鸦创作者 原本是殡葬业的礼仪师 他转行投入了街头艺术 那么靠着充满特色的画风 为周杰伦设计了MV场景 还获邀前往深寸的嘻哈颁奖典礼 负责典礼的视觉设计 也把新世代的创作 整个应用到不同的产业行销上 走在新门町街头 转角随时出现惊喜 风格鲜明的涂鸦墙拼凑权独特的台北街景 穿梭在小巷弄中 傅星翰是进驻新门町的涂鸦师 带着喷气罐 他快速地把脑海中的涂像在墙面上色 街头创作里面会影响很多元素 就是一些我看到的街景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比较本土的一些元素 一些像风锁线 用台湾当地的去作为我创作的领感 使用喷气创作不仅颜色受限 没办法随时调色 涂鸦师必须利用手感来绘图 线条的粗细控制于喷气的角度和速度 一般初学者可能他的手指不习惯用力 不习惯出力在这个地方用那么久 所以其实他这个喷气罐是有一定的压力在 当你的手指一直去压这个喷头之后 他的压力会对你的手指有造成很大的困难 对你就想象就是你的手指在做鼓劣挺身 那有时候因为一天呢我们要压非常久 压好几个小时 那我觉得初学者可能一开始普遍会落大概三到五分钟 手指就开始没力 一群艺术家改变西门町的样貌 原本杂草重生的电影公园转型成文创基地 工作室外用喷气罐打造的巨兽也是复兴盼的作品 因为我还是喜欢做再生艺术嘛 那再生艺术的话当然就是它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用完的喷气罐 然后就是把它拼接在这上面 那当初想要做这个当然也是刚才有提到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怪兽 那我希望就是可以用街头艺术的一种方式 然后跟我生活中真的很常遇到的一些东西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再生的艺术这样 投入街头创作六年 他已经拥有不少死忠粉丝 对很喜欢他的创作 对很多元素可以拼凑在一起 我觉得很厉害 过去傅星汉曾经是冰藏业的李医师 送行者的工作过程看尽生离死别 公司的工作当然就是比较严肃 比较沉闷一点这样 那我那是我之前的工作啦 对那后期我发现这个工作没有那么的快乐 所以我就决定一然决然的决定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从小爱涂鸦的他决定转行替自己的礼力重新上色 一开始他在西门町路边摆摊帮路人即兴绘制手机壳 小本生意尽管惨淡经营 但却持续冷击创作能量 在求学的时代没有特别去学习 那也只是仅限于在爱在课本上乱画嘛 那所以那时候出来我自己在外面摆摊啊 帮人家画一些小东西啊一些小物啊手机壳什么的时候 那其实那个时候都是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练习的啊 靠着收集漫画纸卡传络技巧 他逐渐找到自己的风格 护心汉受邀加入西门町涂鸦艺术团队 他在街头奋斗默默无名 直到护邀参加一场深圳嘻哈颁奖典礼 制作装置艺术 充满台湾特色的作品在会场成为焦点 那个创作其实是对我来讲很大的一个突破 那那个时候我就是用噴漆罐 他做成了一头武师醒师的一个造型 就是放在门口当作一个装置艺术 刚好那个时候就是台湾的方文山老师 就是也受邀到了现场 就合影留念嘛 然后也跟大家分享说 这个是台湾的艺术家辛翰做的 然后那他也把我邀请到他的旁边一起拍照这样 那对我来说我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肯定 创作打开知名度 不只大明星的MV中开始能见到他的作品 好莱坞电影公司来台湾宣传 也找上这一群涂鸦团队 充满台湾特色的图案 结合好莱坞电影角色 历经半年筹备耗时超过120个工作小时 涂鸦师爬上四层楼高的墙面 躲过暴雨闪电甚至台风挑战体能极限 这是台湾电影史上最大面积的街头艺术 跨足电影行销的创举 西门电影如见蜕变成为电影广告取景的热门景点 台湾街头创作者在海外展露头角 复兴和团队时常受邀到大陆创作 两岸涂鸦文化频繁交流 大陆那边它的墙面非常的大 场地非常的宽裕 能够给予创作的空间非常的多 也跟着当地的创作者去走走看看 然后去看了一些当地的文化 然后把它进行融入到我们创作当中 过去被认为破坏世容的涂鸦艺术 如今在城市角落注入创新能量 街头巷尾以翻新面貌带来人潮与商机 也让满腔热血的艺术家找到自由挥洒的空间